《文化解惡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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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畫畫這個東西 就像文如其人 畫如其人 就是你要對這個作品有情感的投入 這個東西才會有個性 對世界的觀察 對我們生活的一些體會 一些体验 然后你又念到 这首是青山衣袖在几度夕阳 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感慨也好 我是说你会有一些是 有点积极又有点消极之间 这样子 它是展现我一个这个人的一个 我自己觉得我很美好的一部分 那你在这方面你有心得 你希望分享给大家 那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感谢观看